1516中午的小巧 MC 的第二十題 這題是一個白光射向一個每厘米 有五千條線的透射光山 情況就像這個光山 如果你看裏面 將它放到很大 其實就會見到 將它放到很大很大 就會見到這個 情況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白色的光 白色的光 看上去雖然是白色 其實裏面是有 有紅 有藍 還有有綠的成分 有藍 還有有綠的成分 只不過它搭了 你不覺得這樣 有紅藍綠的成分 現在的問題就是 黃光和紫光 紫光就是波長最短的那隻 黃光就是中間 分別是0.6mm 和0.4 意思是 紫光的波長 黃光的波長 黃光的波長是0.6mm 黃光的波長是0.6mm 就問你哪個是正確 好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 如果這一邊 是屏幕的話 這邊是屏幕的話 中間的位置 因為情差是0 全部搭在一起 而旁邊第一級的時候 以波長最短的波長最短的波長 紫光的波長最短的波長 然後藍綠的波長 就會在外面少少 然後紅的波長 應該是距離中間比較遠 即是由這邊數過來 就是紫藍青露黃橙紅 由這邊數過去 就是紫藍青露黃橙紅 為何會是這樣的呢 背後的理由 就是因為 我們想想這條公式 想想這條公式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第一級的光文 大家都是第一級的光文 英文的同學 即是First Order的Maxima 即是N等於1 N等於1 不是N等於1 因為D就固定了 D就是那個10-2米 因為他說這條題目 是一個Cm有5000條線 D值就是10-2除5000 10-2米有5000條線 所以每條線平均的間距 就是10-2除5000 乘以Syθ就會等於Landa 你會發現 紫光的波長 就會對應有一個紫光的角度 接著紅光的波長 就會對應有一個紅光的角度 紫光的波長比較短 角度也比較小 紅光比較長 角度也比較大 跟中間的波長 因為紅色的波長 比較長 好 有了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就說 中間的光紋是白色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現在要選擇不正確的 出來 第一級光譜的紫色末端 比第一級光譜的紅色末端 靠近中間 即是說 紫色比紅色 靠近中間 所以這句是對的 接著黃光的第二級光紋和紫光 這個比較深一點 我們一會兒講 我們先看這裡 接著第四就是紫光 是不會形成第四級 好 即是說 我們重點看看這兩句 首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 黃光的第二級 和紫光的第三級 是否會重疊 那怎樣去判斷 我們看看剛才的這條公式 就是我們先想 就是 D Sine 紫 他剛才就說黃光的第二級 φ2 就會等於黃光的第二級 就乘回60.6mm 接著 D Sine φ3 紫色光的第三級 第三級的時候 這個N值 就要代3 而紫光是0.4 就算我不用計數機 我很粗略地評估一下 2乘以0.6m 和3乘以0.4m 就是一樣的 因為它們兩個一樣 其實他剛才說的東西是對的 就是第二級 黃光的光紋的角度 即φ2 黃光的φ2 是會等於紫光的φ3 所以它就會重疊 所以這句句子 本身是一句正確的句子 其實 如果在考四講 基本上不用想這句 你可以選它 它是錯的 但是為什麼它是錯呢 我們不妨也做出來 就是 紫色光為何不會形成第四級的量文 因爲d 等於n 這個公式 就是 我們就會想想 sine θ 就等於n 除以d 如果我們想想 紫色光的情況 我們當最極端 90度 的時候去想 不知道是第幾級 紫光的波長是0.4x10-7 然後d d值就是 10-2除5000 10-2除5000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去按 這邊就會是1 這邊 這一些東西就會變成 0.4除10-2 即是0.4x100 即10-2在墳墓 即是10的2次在上高 接著就5000 接著就乘以10-7 這樣便會按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於是n的級數就是 1除2 再按一次 看看錯了些什麼 點4應該是10-6 點4應該是10-6 剛才這裡按錯了 所以這裡點4 就乘10-6 就是乘100 再乘5000 n就是 1除0.2 答案就是5 即是說 最極限的時候 即是最大角度的時候 第五級光紋 就會在90度發生 90度 90度 其實都未必看得到 但至少如果第五級都勉強 即是第四級是OK 第四級是形成得到 甚至我們可以計算出來的 所以這句說話本身是錯的 即是不能夠有第四級 其實我們計算到最盡 第五級都會勉強說得通的 所以第四級 第三級 第二級都OK 所以這句說話是錯 錯於是 這句說話是錯的 這句說話就選D 叫做一什麽 即是 這麼一段 廉真的 給大家看 這句說話